大家好,我是老漾 这节课就给大家讲一下 GTA道具特效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道具特效呢 我们去管理器里面回看一下 这里面的特效 它这种是用的VLICE的格式 可以直接用 还有一种就是用序列帧的格式 那么我先给大家讲一下 序列帧是怎么制作的 序列帧就是以霉帧为一个 动画像逐帧绘画的样子 把一帧一帧画出来 就是一个完整的动画 那我们这种素材网络上非常非常多 我们可以把它全选起来 然后直接拉入到GTA里面 然后进入它的这个编辑器 按第一帧 你可以看一下第一帧在哪里 这下面有数字 一般都是在这里 按一下 然后 往后面 12345 5帧差不多 每走5帧固定的一个帧数 你就切换一个 到末尾之后 你最好再回到第一帧 然后截取这个段落 把这个段落按鼠标的右键 新增到动作清单 随便起一个名字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素材它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动作 之后我们需要记录组合模式 点击这个动作 按文键 把它保存下来 这个就是道具了 随便起一个名字 进入 再退出去 我刚才保存下来的文键把它拖入进来 我们看一下效果 这个就是刚刚做完的 拉大 按动作清单 那么这个龙的特效就已经做出来的 快慢可以用这个动作来控制 循环都可以控制 CTA的特效道具就是这样子制作的 网络上有非常非常的多的素材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 魔宝三米非常多 去买一份自己做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会有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序列针很多的清晰度很差 一般都很差 高清的清晰度素材也是有 但是价格比较贵 可能一份 不多 可能十几二十个 可能就要几十块钱吧 大家看着自己去选择吧 那么再回到起先的那种道具素材 我把它拉起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种就是Flash格式 它是可以无限循环的 你在低筋的时候 它就一直在动 我们按动作看一下 这里面是没有动作的 它的好处就是可以这样子一直循环播放 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你无法控制它的快慢 动作多快就是多快 多慢就是多慢 你是没办法改的 要改除灰去Flash里面 要不然是没法改的 而这种序列针的话 它是可以改你的动作 速度和快慢都可以调 但是它也有一个不好的 它制作出来比较麻烦 那么Flash的格式是怎么制作的呢 我在下节课会给大家讲到 我们下节度的 总有来要得到 我们下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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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